那這個就未來展望就是說 我們除了筆直 我們現在做的工作持續之外 最重要在這個建設部分來講 我們會從點線面 最重要是說我們會發展一個無線 因為目前我們的建設都是以有線的傳輸 那我們未來是考量說 因為要按照到面來講的話 我們是會以無線方式 當然以無線來講 我們未來也有很多的問題點 那我們現在也是在這個 未來也是在做這個客服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資料部的這部分 也是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我們也一直在強化 尤其在地方政府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的組織在這個體系來講的話 我們是由來地方政府的協助 所以對這個資料的部分 我們盡量會協助地方政府 來研發更貼心的一個作物 那這個就是剛剛更回應到 剛剛我講的那個離線檔這個部分 我們把資料我們現在是以分局 未來也許我們可以到以線 來做一個切割 這個都是我們未來發展的一個方向 那這個是主席的應變這個部分 那我們也是會強化就是說 這也是目前我們中央 把協政院在大陸之間就是說 各地方政府的在意面上 希望有大陸面向 跟基斯坦的一個協力團隊進駐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是盡量的協助 除了說要麻煩地方政府 他們自己在這個相對應的 經費編列之外 那我們隨法去也是盡可能 來協助各位完成這一塊 這個是我們未來 未來努力的方向 因為每年的預算其實是美礦預算 Google 這個部分來講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 那另外一個是最近我跟各位報告的 就是Google Earth Enterprise 這個意念在幫你提示 這個部分也是執政院 張三次他正在推的一個 其實在今年大概是上禮拜 他在約會裡面有做一個報告 那其實這個在約會裡面推動的部分 他大概有結合美國Google Google這個公司 他有一個慈善部門 其實他對於方山底細 在美國這個部門來講 他選擇十個國家 選擇十個災害國家 那台灣也是其中一個 在這個紀元之下 聯考會就邀請了我們幾個方山底細 包括我們選藝術 公路局 NCT還有Juice 自己的箱 提供就是跟那個Google 20 這個部分來講做一個下行之後 那這個部分最主要是說 我們把資料 就是Open Data裡面的美方這邊 那美方他們會做出資 那大概推出來 他據我知道的期程應該是 明年的方序提供 他這個部分大概就會推展出來 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除了這個之外 另外在我們台灣來講 一般來講很多都是供格的 其實在目前台灣有16例 16例我們簡直叫GEE 就是私有球 私有球 目前台灣大概有16例 那我們水廣區也一例 公路走區也買了一例 那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在這個部分做一個運作 因為他這個部分來講 就是在網路之下拿到 他還可以再去進行相關的一個作業 那這個部分大概就是我們水廣區的一個 Google 20 在房間上的一個應用 這個是比較偏向工程這個部分 另外就是在我們主持有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的一個應用 這個部分就是說我們有把它結合 即時的 所以我們也把我們的防災體系的管道 又多開闢了一條路出來 除了100名研發的一個APP的資訊之外 然後我們暖災經濟度也朝著 711這個部分來 那這個是也是我們防災體系 這個應用部分 這個是無論配合無論累積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是如果在座有公路局 應該不陌生 這個是公路總局的他們的一個畫面 那我們交通的單位大概也是防災體系的 所以說未來在防災體系的資訊來講說 可以通過很多管道來處置 那公路局這個點子是完全是在體系 那我們水保局的依依部分來講 是完全是因我們水保局的一個業務 因為我們水保局 比如還有涵瓜的農村建設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的部分會比較 各個方面的公方的一個展示都有 那這是跟公路局的一樣的這個部分 那我大概以上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 對於我們今年度的一個工作 跟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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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